欢迎来到秒杀数学 我是Vilson老师 先告诉大家几件事情 这一部影片是想帮助大家 在你们做textbook复习的时候 觉得有哪一些题目是很难的 搞不懂的 可以翻这个影片来参考看看怎么做 第二就是我会用中文来讲解这个Mathematics 最后如果有哪一些问题是我漏掉了的 没有讲到 或者有哪一些问题是我做错了的 你们可以comment在下面 我会去看的 如果有问题漏掉了 我会在comment那边加回下去 如果有问题做错了 我也会在comment那边改回去 所以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秒杀 这个from1 chapter2 我们来到factors and multiples 所以在这个chapter2 我会将它分成两个部分 这一部影片我会专注讲 factor prime factor comment factor和 highest common factor罢了 先讲factors是什么啊 它这边有一个句子 你们看一下 factors of a number are whole number that can divide the number completely ok我用简单的话给你们讲 就是 你们想一下12这个数字哦 有什么乘以什么 可以等于12的 那两个什么就是factor 举个例子啊 12等于3乘4 或者12也可以等于6乘2 或者12也可以等于12乘1 那么这些 121 34 62 全部都是12的factor 如果不要用乘我们也可以用除来找出一个数字的factor 假设12可以被12整除 12除12等于1 那么12就是它的factor 12也可以被6整除 12除6等于2 所以6是12的factor 12也可以被4整除 12除4等于3 所以4就是12的factor 以此类推 所以你们看回去课本那个 exploration activity 1哦 它讲 to identify the factor of a number 你看它这边有12除1 12除2 12除3 12除4 12除6 12除12 这些数字都可以将那些12给整除的 所以这个 123 4 6和12 都是12的factor 然后example1也是有 determine whether 12 is a factor of 36 你看 36可以被12整除吗 如果可以的话 那12就是36的factor 所以36除12等于3 可以被整除啊 所以它的答案写 12 is a factor of 36 另外一题 9 is a factor of 30 9可不可以 30可不可以被9整除 OK 30除9你会有余数的 因为9327 你会拿到27余3 所以它的答案是 30 cannot be divided completely by 9 plus 9 is not a factor of 30 因为它有余数的关系 不能被整除 所以它不是34的factor 第二题 example2 list all the factor of 18 它叫你把18这个factor全部列出来 所以我们通常会从最小的数字开始就是1啦 18等于1乘18 接下来就是2啦 18等于2乘9 然后18等于3乘6 4不能 因为4会有余数 5也不能 5会有余数 接下来6我们有了啦 7也不能 8也不能 9我们也是有了 2乘9那边已经有9了 之后的数字都不能了的啦 所以它的那个18的factor只有123 6 9 18 你们写答案的时候最好从小到大 拍着去给它 接下来看下一页的self practice 12 point 2.1a 第一题 Determine whether each of the following numbers is a factor of the number in the bracket OK 第一题 你看40可以被12整出吗 应该会有余数的 因为12 3 36 有余数 所以12不是40的factor 所以答案是no 第二题 B 50可不可以被5乘整出 5乘10等于50啦 所以它是可以被整出的 答案是yes 第三 24可不可以被8整出 83 24 答案是yes 第四题 90可不可以被6整出 90除6等于15 所以答案是yes 第五题 1 45可不可以被3整出 45除3等于15 所以答案是yes 第六题 56可不可以被14整出 56可以被14整出啊 等于4 所以答案是yes 第 第七题 60可不可以被15整出 60除5 15等于4 所以答案是yes 最后一题 98可不可以被18整出 98除18你们会有余数 所以答案是no 第二题 List all the factors of each of the following numbers 它叫你把这些a到h的那些数字的factor全部列出来 我只是解释第一题罢了啦 下面那些b到h我给一个参考答案你们你们自己去查一下 OK 第一题15啊 15的话它等于1乘15 或者是3乘5 所以它的factor只有4个1 3 5和15 下的b到h都很容易啦你们自己试下列出来然后跟我对答案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what are prime factors ok prime factor这个它就是prime number加factor和在一起它变成prime factor prime number就是我们在小学五六年级学的那个指数 指数就是大过1的数字它只可以被自己和1整除的 比如说2 3 5 7 11之类的 那么你们的课本这边也是有问你们啦在flashback那边 which of the following numbers are prime numbers 这边它有29 23 41 57和69 这边的prime number只有2 因为2只能被2和1整除 9它不是prime number因为9出了被自己9和1整除之外 它还可以被3整除的 所以有第三者出现了它不是prime number 23只能被23和1整除 所以23是 41也是只能被41和1整除 所以41是 57不能 57出了被自己和1整除之外 它也可以被3整除 所以57它不是prime number 69也是一样除了自己和1之外 它可以被3整除 所以69也不是prime number 所以这里的prime number只有2 23和41 OK讲了prime number 这样我们讲回去prime factor prime factor就是我刚才讲的prime number跟factor参在一起 变成prime factor 我们看回课本它这边写的 factors of 18 are 1,2,3,6,9,and 18 它这边讲到18它一共有6个factor 就是1,2,3,6,9和18 OK among these factors,2 and 3 are prime number 这些这6个factor当中 只有2和3是指数 所以tus 2 and 3 are known as prime factor of 18 所以2和3就是这个18的prime factor 简单来说就是prime factor它就是它是指数 它也是factor 所以要符合这两个条件 我们来看example 3 它讲determine whether each of the following number is a prime factor of 84 这些2,3和5是不是84的prime factor 首先我们check它是不是factor先 它一定要可以被那个数字整除咯 首先84可以被2整除 所以2肯定是一个factor 然后84可以被3整除 所以3也是一个factor 可是84它不能被5整除的 所以5它不是factor 它不是factor的话 它也不是prime factor了 那么我们看回去2 2是不是一个指数来的 如果它是指数的话 它就是prime factor 还有3 3也是一个指数 它只能被3和1整除罢了 所以3也是一个prime factor 接下来可以看example 4 list all the prime factors of 72 把72的prime factor全部列出来 72首先它有很多factor 包括了1,23,16,8,9,12,18,24,36,72 这些全部是factor而已 不是prime factor 当中我们要去找出这些数字里面 哪一个是指数 所以这边里面的指数只有2和3 所以72的prime factor就只有2和3 example 5 express 60 in the form of prime factorization ok 这招很好用的 prime factorization这个方法 就是要找出一个数字的prime factor 所以它是重复的除 我们叫做repeated division 一直除下去 直到你拿到1为止 首先它从60开始 60你要除以最小的指数 我们最小的指数就是2 所以我们从2开始 如果不能除以2的话 你就要除以3 所以我们这个60可以除以2 我们就除以2 60除2等于30 30除2等于15 ok 现在来到15了 你不能再除2了 因为你除2的话 它会有余数的 所以这个15只能除以3 然后你就等于5咯 最后一个5 你只能除以5罢了 因为5它也是一个指数来的 所以最后你剩下一就停 这里我们可以写成60等于2乘2乘3乘15 也就是说2、3和5 这三个数字都是60的prime factor 接下来我们就看 self-practice 2.1b 第一题 determine whether 3、5、7 are prime factors of 30 ok 我先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做给你们看先 30可不可以被3和5还有7整出 先检查了先 首先30除3等于10 ok 它是一个factor 30除5等于6 ok 它是一个factor 30不可以除7 因为30除7的话 它会有余数 它不能整出 所以7它不是factor 7已经out了 现在我只剩下3和5罢了 我就要去检查 3和5是不是一个指数 如果3和5它都是指数的话 那么3和5就是prime factor of 30 接下来我用另外一招来做给你们看 你们试下用那个method of repeated division 就是重复的除的那一招 首先30它可以除以2 2是最小的指数 所以30除以2等于15 然后15它不能再除以2了 因为会有余数 所以我们15要除以3 15除以3等于5 接下来等于5之后 我们要除以5 才会等于1 我们拿到1了我们就听 所以我用这招repeated division 我找到2 3和5都是30的这个prime factor 可是它的问题是问我 3 5和7是不是prime factor吗 所以7没有在里面 2也没有在里面 所以我就回答它3和5是30的prime factor咯 下一题 determine whether 3 5 and 9 are prime factor of 54 我也是用简单的那个方法来做先 首先50可不可以除3 54可不可以除3 可以啦 54除3等于18 所以它是一个factor 54可不可以除5 54不能除5 因为有余数 所以那个5已经out了的 它不是factor 然后54可不可以除9 可以 54除9等于6 所以9是一个factor 接下来我就要看我只剩下3和9罢了 3和9有哪一个不是指数 ok 9除了可以被自己整除 可以被1整除之外 它还可以被3整除 所以这个9它本身都不是指数了的 所以它9只是一个factor 它不是prime factor 那个3呢 3只能被自己整除和1整除 所以3是一个factor 它也是一个prime number 所以3就是我们的prime factor 所以这个答案是一个罢了 3罢了 如果你们用我的那个method of repeated division 我们从54除2开始 因为要从最小的指数开始除 2就是最小的咯 54除2等于27 接下来27就不能除2了 因为会有余数 我们就要除3 27除3等于9 再继续除3等于3 再继续除3等于1 拿到1了就停 所以这里我算到 54的prime factor只有2和3罢了 所以它问我的问题是3、5和9 它没有问我2吗 所以我只是告诉它 3是prime factor了 54 5和9不是 接下来第二题 list all the prime factors of each of the foreign numbers 第一题36 首先36除2等于18 18除2等于9 9不能再除2了 要除3等于3 3除3等于1 到1了就停 所以这里只有2和3罢了 所以2和3就是36的prime factor 第二题48 48可以除2 所以等于24 24再可以除2等于12 12也可以除2等于6 6还可以除2等于3 3除3等于1 所以这里也是只有2和3罢了 所以2和3就是48的prime factor 接下来C的58 58可以除2 等于29 然后29不能除了的 29只能除以29 所以这里的prime factor 所以这里的prime factor只有2和29 然后d的99 99可以除3等于33 33可以除3等于11 11不能除了的 11就是一个prime number 也是prime factor 所以它是3和11 第三题 Express each of the following numbers in the form of prime factorization 它这边写 in the form of prime factorization 你们的答案 要跟着我这样子写 第一题42 42可以除2等于21 21可以除3等于7 7可以 只能除7罢了 等于1 到1了就停 所以我们这边有237 我们的那个prime factorization 要写成 2乘3乘7等于42 这个是它要的答案 b的96 96可以除2等于48 48可以除2等于24 24可以除2等于12 12可以除2等于6 6可以除2等于3 3只能除3等于1 所以它的prime factorization 你们要写成 96等于2乘2 乘2乘2乘3 第三题120 120可以除2等于60 60可以除2等于30 30可以除2等于15 15不能除2了 只能除3等于5 5只能除5等于1 到1了就停 所以它的prime factorization 要写成2乘2乘2乘2 乘3乘5 等于120 最后提135 135它不能除2的 135它只能除3 所以135除3等于45 45可以除3等于15 15可以除3等于5 5只能除5等于1 所以它的prime factorization 你们要写成 3乘3乘3乘5等于135 OK到这里 如果你们有乱的话 我劝你们先停一停 不要接下去先 回到去前面再看过 明白了 才继续这个common factor OK接下来我们学的东西 也叫做common factor common factor就是 common是共同 就是大家的好朋友啦 factor就是因子 加起来就是共同因子 OK 我用书的那个 exploration activity tool 来做示范啊 它这边讲 list all the factors of 18 and 24 OK 18的factor有1 有2 有3 有6 有9 有18 因为18除1等于18 18除2等于9 18除3等于6 所以这个123 6 98 全部都是18的factor来的 然后24的话呢 就是有1234 68 12 24 因为24除1等于24 24除2等于12 24除3等于8 24除4等于6 所以这个1234 68 12和24 都是24的factor 那么我们要找的东西是叫做common factor common factor就是大家都有一样的factor OK 你看啊 18和24都有的就是123还有6 所以18和24的common factor就是123和6 再来看example6 Determine weather 6 is a common factor of 24 and 36 OK 你看24可以除6等于4 36也可以除6等于6 所以6就是24和36的common factor OK B的 Determine weather 4 is a common factor of 30 40 and 60 OK 首先 30除4不能够整出啊 它等于7然后有余数2 7 Remender 2 所以这个4它已经不是一个factor了 然后40可以除4等于10 60可以除4等于15 可是30不能够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 4 is not a common factor of 30 40 and 60 它不是他们的共同因子 OK 然后C的 8 is a common factor of 16 32 48 and 72 OK 首先16可以除8等于2 32可以除8等于4 48可以除8等于6 72可以除8等于9 OK 4个都可以除的 所以这个8 is a common factor of 16 32 48 and 72 Example7也是一样 List all the common factors of 20 44 56 and 64 首先20的factor有 1 2 4 5 10 和20 这个你们要自己 可能可以自己 试下一个一个算出来 然后44的factor有 1 2 4 11 22 44 56的factor有 124 78 7 8 14 28 和56 然后64的factor有 124 8 16 32 64 那么你们看这四个数字里面啊他们的factor有哪一些是四个都有的大家共同的朋友 OK 1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数字都有2也是每一个数字都有4也是每一个数字都有其他的不是每一个都有啊所以common factor of 20 44 56 and 64啊1 2和4罢了三个罢了 我们可以看下Practice 2.1c第一题Determine whether each of the following numbers is the common factor of the list of the numbers in the bracket OK 他问那些数字是不是括号里面数字的common factor OK首先12 24和42 12可以除6 24也可以除6 42也可以除6 所以6就是12 24和42的common factor答案是yes 然后B的8是不是8 32和72的common factor首先8可以除8 32可以除8 然后72也可以除8 所以答案是yes 8是8 32和72的common factor 然后C的3是不是12 18和20的common factor首先12可以除3 18也可以除3 可是20不能够除3 所以3不是12 18和20的common factor答案是no 接下来D的12的common factor 接下来D的12是不是48 96 120和144这四个数字的common factor 首先48可以除12 96可以除12 120可以除12 144也可以除12 所以答案是yes 12是这四个数字的common factor 然后1的7是不是28 35和105的common factor 105的common factor 首先28可以除7 35也可以除7 91也可以除7 105也可以除7 所以7就是28 35 91和105的common factor答案是yes 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 9是不是18 36 108和119的common factor OK 首先18可以除9 36也可以除9 108也可以除9 119不能够除9 它会有余数 所以 只要有一个不能被整除 那么它就不是common factor了 所以答案是no 第二题 list all the common factor of each of the following list of number 它叫你把这些数字 全部的那些common factor给找出来 首先 12和30 12可以除1 12可以除2 12可以除3 12除1等于12 12除2等于6 12除3等于4 所以12的factor有 123 46和12 接下来看30的 34可以除1等于30 34可以除2等于15 34可以除3等于10 34可以除5等于6 所以30的factor有 123 56 10 15 还有30 所以这边有哪个是共同一样的 有1 2 3 3个罢了 还有6 所以一共有4个 123和6 是12和30的common factor 所以接下来那个b到i 我让你们自己做 我有一个参考的答案给你们 你们可以自己对对看 做的正确没有 接下来就是讲关于 highest common factor highest就是最大啦 或者是最高 common factor就是我们之前学的那共同因子 所以加起来 highest common factor就是 就是在全部common factor里面 数字最大的那一个 所以我也是拿书的例子来解释给你们听啦 好 他这里有20 44 56和64 OK 这些数字里面哦 他们有一些common factor 然后我们要找出来 这些common factor里面最高的factor是什么 首先20的factor有1、2、4、5、10还有20 44的factor有1、2、4、11、22和44 56的factor有1、2、4、78、14、28和56 64的factor有1、2、4、8、16、32、64 然后他们当中的common factor 就是1、2还有4 因为1、2还有4都出现在这个4个数字里面 然后1、2和4里面最大的数字就是4 所以那个4就是我们的highest common factor 我们通常会把它写成hcf 大写 如果我们用这种method of listing of common factor 很容易会有粗心的错误啊 因为有时候可能没有列到出来 列少了或者之类的啦 所以另外一种方法比较好用的就是method of repeated division 就是重复的除啦 跟之前学的一样 只过这边有4个数字 就是22、44、56和64 OK这4个数字都可以除2 最小的字数开始啊 所以20除2等于10 44除2等于22 56除2等于28 64除2等于32 这些答案还可以继续再除2 4除2等于5 22除2等于11 28除2等于14 32除2等于16 OK到5、11、14和16这边 不能再除了的 因为除不到了 所以答案就是2 所以答案就是2 2乘2等于4 还有一种方法叫做prime factorization prime factorization 你也是要用那个method of repeated division 但是我们是分开做 OK首先第一个20除2等于10 10除2等于5 5不能再除了 只能除5等于1 然后44除2等于22 22除2等于11 11不能除别的 只能除11 所以等于1 然后56除2等于28 28除2等于14 14除2等于7 7只能除7等于1 最后一个64除2等于32 32除2等于16 16除2等于8 8除2等于4 4除2等于2 2只能除2等于1 所以这里我们重新写过啊 20等于2乘2乘5 44等于2乘2乘11 56等于2乘2乘2乘7 然后最后一个64等于2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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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OK这里你们看你们的prime factorization 前面有哪一些是重复的 要4个都有重复的 所以有重复的只是2乘2罢了 所以我们的highest common factor就是2乘2等于4 我们看example 8啊 determine the highest common factor of 18 and 24 这个example 8他用的方法是method of listing的common factor 首先18的factor有1,2,3,6,9和18 然后24的factor有1,2,3,4,6,8,12还有24 然后这边他们的common factor有1,2,3和6罢了 1,2,3和6之间6是最大的那个 所以highest common factor of 18和24就是6 这个example b他用method of repeated division 36,60还有72 36他除以最小的那个指数就是2罢 36除2等于18 60除2等于30 72除2等于36 然后继续再除2 18除2等于9 30除2等于15 36除2等于18 OK这里剩下95和18 不能除2了 因为9和15它是单数 它不是双数 它不能除2了 我们只能除3 因为3个都可以除3 9除3等于3 15除3等于5 18除3等于6 剩下3、5和6 这里他们不能够再除了的 这边就要停了 所以他的highest common factor就是 2乘2乘3等于12 12就是这个36 60和72的common factor highest common factor 这个C的他用method of prime factorization 首先第一个48除2等于24 24除2等于12 12除2等于6 6除2等于3 最后3只能除3等于1 所以他的prime factorization是2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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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然后第二个64 64除2等于32 32除2等于16 16除2等于8 8除2等于14 4除2等于2 2只能除2等于1 以64的prime factorization是2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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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三个80 80除2等于40 40除2等于20 20除2等于10 10除2等于5 5只能除5等于1 所以80的prime factorization是2乘2乘2乘5 你们看啊 前面4个乘2哦 都是同样出现4次的 那么这个48 64和80的highest common factor就是 2乘2乘2乘2等于16 总结来讲 如果他的问题没有要求 我觉得你们用b的那个方法比较好 如果他的问题有要求的话就没有办法了 我们只能跟着他问题的要求 用什么方法 我们就去用什么方法来做 所以这个self practice 2.1d by using suitable method 他叫你用任何适合的方法啦 所以那三种方法 你可以用任何一种方法 find the highest common factor of each of the following list of number 将这些他列出来的数字 找出来他们的highest common factor 所以这里我把答案放在这边 你们自己私下算 然后对答案就好了 所以今天这一部影片 我们到这个self practice 2.1d 我们先停一停 下一部影片我将会继续 problem solving和后面的一些问题 当然你们也可以自己问下自己 还记不记得什么是factor prime factor common factor 和highest common factor 这四个东西 我们在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